这是五代顾红中的韩西仔夜宴图的局部 开看画面 您能找到几处大红色 最显眼的莫过于右侧床榻上 穿大红衣服的人 他是南唐的新科状元 坐在他 左边的就是南唐大臣韩西仔 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公 其次是左上角的珠门的颜色 我们还能看到门环 第三是桌子上的那几盘红通通的水果 火金柿子 画家顾红中 记录了韩西仔在家中开party的全过程 成就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夜宴 那个时代 距今大约有一千一百多年 唐朝已经分崩离析 正处于五代十国的时期 当时的南唐皇帝是后祖李玉 大家都读过他的词 一江春水向东流 据说李玉想让韩西仔做展相 所以他派宫廷画家顾红中 潜入他家 暗中观察他的所作所为 然后画下了这幅画 画中的韩西仔在家中吃喝玩乐 重情深色 暗示自己无异于执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